第八百九十九章 青衣女童 天色渐暗 一轮弯月悬浮天际 冰凉的月光倾泻下了 令得整片海面都是在此刻 变得犹如榆林一般分外的漂亮 在这片海域的某一处小岛上 篝火生腾着 林洞安静地盘坐在篝火之旁 篝火上架着烤鱼 散发着淡淡的香味 白天的家伙应该是雪魔沙族的一支精锐小队吧 竟然会在这里撞见 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寻找着什么 林洞双目微眠 想起白天所遇见的那一幕 雪魔沙族在落魔海中名声并不好 试杀的他们虽然让得不少人文文赠胆 但也同样是让得人不待见他们 这近些年来落魔海中的好些杀戮之事 都是与雪魔沙族有些关系 算了 不管他们找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林洞摇摇头 他现在只想尽快地赶到天上狱 这些雪魔沙族的人并不好惹 他也不想去惹 至于他们在这里究竟的目的是什么 林洞同样是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样想着 林洞也是收回了心绪 去过火架上已经入味的烤鱼 就打算吃 但就在他遇洞口之时 一道咽口水的咕噜声便是从不远处响起 谁 突如其来的声音令得林洞微惊 惊惊地抬起头来 然后他便是有些发愣地看见 那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一名身着青色棉衣的女童正站在那里 黑溜溜的大眼睛紧紧地把他手中的烤鱼给盯着 女童看上去年龄似乎相当小 但长得却是极为可爱 五官精致的宛如瓷瓦瓦一般 头上扎着两根羊脚辫 看上去格外的乖巧 这样的小女孩若是被一些女人看见的话 怕都是会忍不住地抱进怀中揉你一番 不过此时的林洞却没这般想法 反而眼神深处有着一抹戒色 这小女孩出现得太过诡异 之前的她竟然丝毫是未能够觉察到 她是如何走到离她这么近的地方 林间 林洞和那青衣女童对视着 后者看了看她 然后那乌溜溜的大眼睛 又是忍不住地转向了她手中的烤鱼 嘴中分明地咽了一口口水下肚 林洞见状却是忍不住的有些玩儿 眼中的警惕悄悄收敛 然后冲着她仰两手中烤鱼 说道 想吃吗 青衣女童毫不犹豫地点了眼头 娇小的身体略出 然后极为灵活地便是落到了篝火旁 眼巴巴地把林洞给盯着 林洞暗笑伸手将烤鱼递了过去 不怕有毒的话就随你了 我不怕毒 青衣女童道 她的声音极为的清脆 犹如玉珠落银盘 虽说略显稚嫩 但想来以后若是长大起来 光着声音就能够迷倒不少男人 说完她直接地伸手 接过烤鱼也没有什么顾虑 立刻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林洞笑了笑 再度地从身旁取过一条备用的鱼彩 目光却是在这青衣女孩身上扫过扫 再接着她眼神微微一凝 在后者的手臂上 她能够见到一些相当刺眼的伤痕 在那伤口上有着雪茄的凝成 你受伤了 林洞漫不经心地将烤鱼放到架上 随意地问道 嗯 被一些讨厌的家伙弄的 青衣女童点了脸头说道 林洞凹了一声 但却是再没有多问 片刻后又是将手中的烤好的鱼 递了过去 而那青衣女童也不客气 结果又是一顿不过形象的狂吃 这青衣女童的胃口 想来是有些惊人 一旁的林洞在接连递过去 二十多条硕大的烤鱼后 牵着方才略干心满意足的霸嘴 然后拍了拍小肚子 冲着林洞天天一笑 谢谢大哥哥 此时他嘴角还沾染着一些油腻 不过那笑容却是甜得让人心头发泥 这让林洞感叹 若是换个女人来的话 恐怕就直接地在他这笑容下败退了 你叫什么名字 林洞拍了拍手笑问道 木灵山 青衣女童小手 扯了扯头上的摇脚辫 然后大眼睛看向林洞 问道 木灵山 我叫林洞 林洞微笑道 好普通的名字 木灵山笑嘻嘻地道 他歪着头盯着林洞 说道 其实我不是被烤鱼吸引过来的 只是看见大哥哥的时候 就憋不住地跟过来了 你跟着我 什么时候 林洞微惊问道 就今天你跟那些家伙照面的时候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你了 木灵山道 林洞眼神微灵 他被人整整地跟踪了一天 他自己竟然是没有半点察觉 这小女孩究竟是什么来头 你为什么要跟踪我 林洞微微皱眉 问道 不知道 木灵山的回答 让他林洞嘴角扯了一下 他摇了摇脑袋 偷上了两个羊脚辫 也是跟着摇晃起来 反正就跟来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大哥哥你不会伤害我 林洞眉头紧皱着 这一切着实是诡异了点 这木灵山为什么会这样地相信 素未盲面的他 竟然不会伤害他 大哥哥 我受伤了 要先休息了 一旁的木灵山 确实不管林洞在想什么 对着他这样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话好 然后便是在林洞有些无语的目光中 就这样如同小猫一般的 趴在一旁的石头上睡了过去 篝火在林间生腾着 林洞的面色 却在这火光照耀下 略微的有些阴晴不定 他看了看熟睡的木灵山 这个来历神秘的小姑娘 就这样在他眼皮底下 就这样放弃所有的防御睡了 而在林洞目光闪烁间 他突然见到 这木灵山身体上 有着深蓝色的光芒闪烁着 这些光芒 犹如光照一般地 将他笼罩在其中 另外 在光照出现的时候 木灵山迁徙的手臂上 那些猙獰的伤口 竟然是在一种 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起来 这是 林洞感叹惊讶地望着这一幕 从那光照中 他感觉到了一种 极为奇特的波动 不死掩天法 炎略带着惊讶的声音 突然地在此刻响起 不死掩天法 那是什么 林洞一正反问道 这小姑娘莫非是 不死圣经一族的 竟然会纳足独有之法 炎难难道 不死圣经 听到这个名字 林洞同统顿时微微一缩 虽说他对海妖一族了解 并不详细 但也是知道 这不死圣经族 可是海妖一族当中 相当恐怖的种族 眼下这小姑娘 竟然是这一族当中的 又不对呀 这小姑娘的体质 并不像是纯粹的不死圣经 但她为什么会 不死掩天法 这体质 竟然连我都看不太明白 炎难难道 她的声音中 有着一丝疑惑 这让得林洞 都是忍不住的砸了砸嘴 这木灵山究竟是什么来头 竟然连炎都变明不出来 她为什么会说 她会不由自主地靠近我 莫非是撒谎 林洞问道 倒也不像 这小姑娘心灵纯净 所说之炎应该属实 至于为什么会主动靠近你 或许是你身上有什么 在吸引着她吧 炎沉吟道 唉 真是诡异 林洞眉头紧皱 她看了看熟睡中 并且对她毫无戒备之心的 木灵山 最终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反正不管怎样 等明天她便独自离开了 这种霍夫不知的事情 她不太想沾染 抱着这般想法 林洞也是逐渐的闭幕 然后进入了修炼状态 一夜便是这般的安静而过 带得天明时 那熟睡中的木灵山 终于是睁开大眼睛 那灰溜溜的眼中 再度地有着灵洞涌出来 灵洞的双眼 同样是在此刻睁开 她望着木灵山 微微一笑 问道 睡好了吗 木灵山笑嘻嘻地点了眼头 她看了个手中愈合的伤口 撇了撇嘴 然后冲着林洞摆了摆手 说道 大哥哥 谢谢你的烤鱼 我先走了 声音落下 木灵山娇小的身体便是略上高速 接着她犹豫了一下 抓着羊角便 说道 大哥哥 不要走我去的方向 文言林洞震了一下 刚愈问话 木灵山却是发出清脆笑声 娇小身体化为一道光虹 略出小岛 很快的便是消失在了林洞的视线中 林洞望着木灵山消失的方向 最终苦笑了一下 这究竟算个什么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